大家好 我是Alan 今天HZ小课堂要介绍的是新清肌调理 进入青春期以后 随着身体内激素水平的变化 这个年龄段的皮肤会出现一定的变化 比如油脂分泌过多 长青春痘 从我个人的亲身经历来看 成年以后所面临的皮肤问题 往往和这段时间的彷徨焦虑 导致乱用护肤品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痘痘不仅仅是青春期孩子的烦恼 成年人也会有 尤其是肤质偏油性的人 但油性皮肤还会分不同的状况 你又属于哪一类油性肌肤呢 油光满面 毛孔粗大 脸上粗油频繁 那针对这类单纯的油性皮肤 我们要做好控油和补水 水油不平衡 外油内干 偶尔有脱皮的现象 对于油性缺水性的皮肤 要定期肤补水面膜外 还可以适当的补充油分 滋养已经受损的皮脂膜 如果你不仅仅是油光满面 毛孔粗大 还经常长痘痘和挫疮 那最重要的 首先得从温和清洁做起 定期给肌肤做好深层的清洁 疏通毛孔 把毛孔内多余的油脂污垢清理干净 新清肌调理精油 里面含有茶树和山基胶 可以改善面部的闭口和痘痘 方张有强效杀菌的效果 油加力可以缓解皮肤的炎症和感染 天竺葵平衡面部的油脂分泌 这款精油融合多款单方植物的成分 帮助更好的调理油性的肌肤 平衡油脂分泌 促进肌肤的清洁 改善痘痘肌 油性皮肤主要就是做好温和的清洁清爽保湿 然后就是控油消炎去抖 因此在护肤的最初步骤 洁面 我们要选择温和的洁面产品 并且加入新清肌调理和茶树 搭配一起使用更好的液菌和消炎 那在后续的补水保湿步骤中 也可以在爽肤水中加入这支精油 搭配平衡大师天竺葵一起叠加使用 重点在出油多的区域做好清爽保湿 平衡油脂的分泌 大家不需要担心精油会堵塞毛孔 因为精油的小分子性和脂溶性 渗透皮肤非常的快 可以快速的进入皮肤细胞 发挥其各种功效 在痘痘愈合的过程中 避免留下色素沉点 也就是痘印 我们可以在新清肌调理的基础上 添加永久花 帮助色素代谢 促进细胞的新生 油性肌肤可以通过作息饮食的内调 慢慢的调理肤质 同时通过选择含有天然植物成分 加以外涂 新清肌调理精油帮助我们 温和的控制过度活跃的皮脂线 强健皮脂膜 促进清透光滑的肌肤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